欢迎来到云端世界 国内染疫的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万 这两年半下来 我们对整个疫情的了解也更加的趋于完整 似乎是变得越加的复杂 包括各种变异病毒纷纷的出现 由于变异病毒发展的速度太快 还有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包括无论是注射疫苗 或者是你感染之后的自然免疫力 都出现了消退的可能 因此经过时间的发展之后 再加上变异速度的太快 我们看到的是感染过的人会重复感染 同时也看到疫苗不可能对所有这类的病毒 能带来终身的免疫效果 换言之整体科学家在原先所预期疫苗 会带来的防御效用 似乎打了很多的折扣 因此变成的各种追加剂 开始不断地推出 新世代的疫苗也不断地发展 但目前最新的一个趋势就是 德国医的人似乎会重复感染 所谓的重复感染或二次感染 又变成一种常态化的迹象 包括我们台湾自己 目前我们的指挥中心认定 所谓的二次感染究竟定义为何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一到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感染 算不算重复感染 或者是一种原来病情的复发呢 相信您很愧惑 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看到的迹象 确实是重复感染在不断地发生 重复感染又变成常态化的迹象 而且跟你第一次感染的严重程度 似乎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这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防备 必须更加的加强 感染过的人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而未来对于新世代疫苗的研发 也来得更加的重要 比过档音加上精彩人物 好莱坞里新修杰克曼 李贤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 一度因去年十二月底 她和女主角双双感染新冠病毒 短暂缺席舞台 最新突破后这出戏又能顺利演下去 但激昂的夜声却冷不防 又在十四日变调 因为修杰克曼近在六个月内 二度确诊Omicron病毒 在推特放上影片 看得出修杰克曼的惊讶与失落 但随着再确诊案例越来越多时 大家也都注意到 康复者二度或三度 染上Omicron的时间间隔 已经短到超过预期 更精确来说 达过三剂疫苗的贝赛拉 两次确诊只隔了27天 证实免疫的无敌新兴 是一场迷思 且当心Omicron 亚变种毒株的出现 全球疫情又出现更多变数 包含台湾在内 全球已有超过四十个国家 出现BA.4和BA.5 且葡萄牙新冠阳性个案中 已有87%是这类病例 英国有30% 至于美国则在10天内 比例从13%爬到21% 且所有数字都在增加中 如果您有病毒株的病毒 或其他下降病例 这并不代表您能够保护 接下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或其他人认为 50岁的幼儿园老师罗德 第一次染疫康复后 也以为自己短时间内很安全 但Omicron并未让他如愿 接近休息好不容易康复 没想到3月 罗德又因确诊的女儿 导致二度感染Omicron 国内外专家不仅耳提面命 要大家记住 在Omicron之前 感染过的人还会再感染 卡达的流行病学家研究发现 染上非Omicron的新冠病毒 事后约有9成防护力 能避免再度感染 但遇上Omicron的话 保护力却只掉到剩一半 若比较目前在台湾主流的 BA.1和BA.2 BA.4和BA.5之所以更狡猾 是因为图变点L452R 能让免疫识别的逃脱力变强之外 F486V的图变更加速传播力和速度 年初首度发现 BA.4和BA.5的南非 目前已有15%的案例 推首次确诊 显示Omicron已将疫情导向 重复感染常态化的方向 這個圖案從昨年來顯示 人們所持有新冠病毒 即使是從前接種疫情、疫苗或是在兩種 但它並沒有指定在哪一種程度 第二種原因我們可能會繼續看到新冠病毒 是因為我們的疫苗不相當快的疫苗 所以在時間上 疫苗變得更好在避免疫苗 我們有很努力地做成功 消毒性和病毒演化速度 都讓高傳染性的Omicron有了絕對優勢 重複感染的病徵會更輕或更重 醫界也尚無定論 但現在麻煩的是 不只重複感染的問題惡化 另一個隱憂 還有長新冠的人口也越來越多 有時候我會想說什麼 我會知道我會想說 但我無法考慮一下 有時候我忘記了Travis的名字 我們已經在一起了幾年 去年三月染疫的利馬沙曼 至今飽受長新冠所苦 除了味覺 嗅覺和呼吸道等問題外 腦污的情況更讓他困擾 英國牛津大學發現 長新冠症狀持續四個月以上的患者 腦部會出現0.2%到2%的輕微萎縮 且控制嗅覺和記憶的部分尤其顯著 加上疲倦等病症的表現形態 專家認為這些都和俗稱 壓力荷爾蒙的皮脂唇有關 通常早上醒來時 血液中的皮脂唇濃度會上升 進而使人體有足夠的血糖和血壓 做接下來的活動 但長新冠患者的血液中 皮脂唇含量卻出現顯著下滑 長新冠的致病原因 目前仍是醫界最想找出的答案 日本NHK電視臺也實際請教 美國耶魯大學病毒免疫學家 找到目前的四種假定 第一是殘留的病毒導致長期的發炎反應 其二是免疫系統反過來攻擊身體 也可能是臟氣損傷需要長時間恢復 或體內病毒又被活化 美國75%的長新冠患者 染疫當時並未入院治療 顯示確診時的病況和長新冠的嚴重程度 沒有直接相關 因此專家還是秉持預防剩餘治療的原則 更著手研發新式噴鼻疫苗 希望從鼻腔給藥 在口鼻黏墨建立常駐的抗體大軍 在呼吸道就率先消滅新冠病毒 當各國逐漸與病毒共存 醫界和學界努力打造更有力的抗疫武器時 你我能做的就是建立持續更新的正確認知 因為當各界自認找到答案之前 新的變種毒株總會告訴你 這場戰役唯一不變的就是掉以輕心時 自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之後 台海情勢的下一步 立刻成為全世界最關鍵的焦點 尤其擔心中共會不會貿然的採取軍事冒險 甚至對台灣動武 事實上這個問題 美國軍力一直在做評估 尤其有鑑於中國大陸正在進行史上 最快速的擴軍行動 他們也不斷地評估台海 以及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的形勢 事實上美國的印太司令部在今年5月 曾經做了一份評估給美國國會 認為如果未來這5年 也就是從現在到2027年之間 美國如果要保持在軍事上維持優勢的話 所投下的軍備預算 至少要670億美元 用在印太地區的軍事發展 這裡面包括了軍事物器的採購 人員的添置 以及幫助像台灣一樣 要有足夠足夠的自衛能力 670億而且要快 如果一旦拖延 那未來的軍費負擔也將更加的龐大 甚至可能會追不上中共的軍力發展 美國在全世界大約有600個以上的大小不同的基地 當然其中目前此刻最關鍵的 正是美國在沖繩的基地 事實上美國在日本的駐軍 有70%都集中在沖繩 尤其在最近這5年 情況更是大為變化 更多的飛機 更多的人員 更多的擴建正在那裡進行 因為他們深知 一旦台灣有事 這裡就將是美國以及印太地區 在西太平洋的防衛的第一線 因此在那邊目前正在進行的發展如何 一旦有事爆發 日美將聯合的如何來做防衛 甚至支援作戰呢 今天我們的第一個故事就來看看 在這個區域 以及在崇繩目前建軍的發展 從5月26日起 連續8天包括F-16和F-22戰機 還有EA-18G咆哮者 艦載型電子作戰機在內 多達5種機型 共32架美國軍機 15年來首次飛入日本沖繩 加首納基地 現在正在進行 很低嗎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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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當天 當日本記者走進 加首納基地周邊街道時 一架軍機正從他的頭上呼嘯而過 美軍飛越沖繩天空 雖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6月2日早上8點鐘左右 短短5分鐘內 就有3架軍機飛入基地 異常詭證 並有兩條長達3700公尺 主跑道 且已有超過百架軍機 加首納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最重要的軍事重鎮 如今中美積極在太平洋 展開博弈 爭奪戰略咽喉之際 自拍戰機自由擴張 在沖繩的基地使用權 也意味著美軍對佈局 太平洋戰略不可能鬆手 甚至會加強備戰力道 嗨 派駐沖繩至今約6個月 駐日美軍最高司令 比爾曼更罕見 親口道出為何佈局沖繩 事關重大 我們在最近的年來 有些激烈的中國行動 特別在海洋戰略中 美國很清楚一旦台海爆發危機 沖繩就是抵禦中國的第一線 且在中國軍機或航母 不時刻意越界的情況下 勢必得加強周邊警戒 過去五年 美軍更因此大幅提高 此處的戰鬥機與多兵種訓練 將來海水圍繞 這裡是沖繩離島 金尖島 也是美軍降落傘訓練幕後 原來美國積極部署太平洋軍事基地 同時也加強訓練 打從1997年到2016年 長達20年時間 美軍常規的降落傘訓練 前後共有七次 但過去五年次數 將近大幅提高到46次 因1960年美日簽署的安保條約 以維護日本安全為由 即使1972年 重審已正式回歸日本 當地升起了日本國旗後 美軍依舊沒撤走 且打從1945年二戰後 美軍抵達日本那刻起 從沒撤過一兵一卒 基地反倒越改越多 如果以戰地面積來看 美國基地規模在過去50年來 雖減少到18483公頃左右 但在白灘和普天間等 三座大型基地 遷入的軍事設施 僅大幅增加到超過7成 且超過半數的駐日美軍 約2萬6千人都束手在此 當美國對台海 逐漸走向戰略清晰同時 日本的態度也轉趨強硬 但駐日美軍基地何其多 為何沖繩會是重中之重 與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凸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擺脫不良關係 几乎是地主太平洋岛链 最中央位置且临近冲绳的海盗 河外宽敞是东亚大陆往东 禁除太平洋最便利的通道 且又与菲律宾及第二岛链上的 关岛形成铁三角 包围整个菲律宾海战略地位 不言否议 其实美国曾说 会陆续将基地设备迁移到 关岛与澳洲等美军基地 但从家手闹起飞的战机 只要十几分钟 就能抵达钓鱼台 半小时就能飞抵 台湾上空 比多数中国空军基地 距离台海还要近 没有任何一座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可轻易取代 为此今年意愿 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国防部长奥斯丁抵达日本 举行2加2会谈时 更表明要继续扩建美军设施 强化西南诸岛的作战能力 一旦爆发战争 随时持缘 在这中国急于控制 南太平洋岛国 美国加强冲绳基地部署 中美在太平洋的竞赛 也越趋越越化 正如同刚刚我们所强调 中国大陆目前正在进行 它史上最快速 也最有侵略性的扩军行动 目的之一 就是争取在全世界水域 尤其在太平洋的完全主导权 要跟美军平起平坐 为了这点 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大陆 在海军的建军 尤其是雄心勃勃 包括17号那天 中共第三艘航母正式的下水 这艘航母号称 具有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 也就是飞机 可以从笔直的甲板上 平行地起飞 而不是在用滑跃式的方式 如此可以增加飞机的载重 也可以增加它对海 以及对海岸的攻击能力 对于将来它成军 完全地加入 整个的海军行列之后 是有极具的威胁性 尤其使得注意的是 这艘军舰以及航母的命名 叫做福建舰 似乎别有一番的用意在里面 当然对台海安全 它绝对将是未来一个极大的威胁 也因此美国方面 已经开始注意到 中共这种咄咄逼人的扩军行动 香格里拉会谈 也就是正式最近在新加坡召开的 这项国际安全最重要的对话 中国大陆派出了国防部长 美国也派出了国防部长 其实这个对谈是很有意义的 令他们谈到的很多 正是世界最关切中国所发展 而中国也借这个机会 把他所要说明的 可能是要舞阳威那一套 也再强调一遍 但这次截然不同的是 中共竟然敢非常明白地 表示他对于台海未来的情势发展 如果不合他意的话 他不习一战 这四个字如此凶悍地讲出来 倒是令世界吓了一大跳 我也知道中共如此显示 他的确对整个国际建军 以及他未来的侵略意图的发展 已经不再有任何的隐藏了 第二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饭店 迎来各国嘉宾灌溉云集 热闹非凡 因疫情停办两年的香格里拉对话 终于恢复 来自四十个国家 575位安全首长及专业人士 罕见大回师 但与会人士心知肚明 重头戏在两人身上 依照往年惯例 美国国防安全官员 被排在首位演讲的 一号主角国防部长奥斯丁 就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 发表演说 他先以乌克兰遭入侵 是对国际秩序的挑衅 直指中国也在破坏印太安全稳定 更暗示如果台海申变 美军不会坐视不管 他对中国的訴状还不止台湾 遭中共军机军舰干扰 包括中国在东海扩大渔船作业 在南海部署军事武器 都在压迫邻国干扰区域和平 遭到公开批评台下的中共军防代表 想必心里不是滋味 然而更不是滋味的事 就连日本也来应赫 奥斯丁指出日本及吉他盟友 在印太政策扮演要角 就这么巧 今年获邀担任论坛开幕致辞的引言人 正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跟奥斯丁仿佛一打一唱 暗示中国在东海与南海 不断发生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当然也提到了台海情势 对东亚和平有迫在眉睫的隐忧 台湾海峡的平和安定 也非常重要 残念不过 人们的多样性和自由意志 人权尊重的动作 也有很多在这些地域里面 为其三天的对话会议 第一天就有美日两国发言后 反中氛围映然成型 出席代表都想要知道 被排在最后一天发言的 二号主角有何强力回应 果然第二次参加对话的 中共解放军国防部长魏凤和 劈头就痛骂美国 不能把自己的一几日强加于人 更不能以多边主义指名 请单边霸凌之时 一身军装的魏凤和毫不客气回呛 指责美国企图以台制华 跟盟友刻意制造敌意环境 最后依旧老话一句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无二的选择 即使早在两人上台演说前 以私下线见面举行双边会谈 只是奥斯丁上任一年四个月以来 首都和魏凤和面对面对话 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 内容包括两国军事互信及台海议题 虽然口中说顺利 但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魏凤和在会中提出四项要求 作为发展美中关系的基础 也就是中方要求美方 不要攻击抹黑中国 也不要无端打压中国 美方不要干预中国内政 更不要损害中国利益 美国对中国的四步 根本甩都不甩 其实香格里拉对话 打从2002年创立至今 一共办了19届 向来就被外界视为是 亚太国家联合 西方国家对亚洲 强权中国进行拷问与围剿 甚至从2007年 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 就已经开始 美国和日本 有关于中国的兵力建筑 而找到更多资料 对中国的防御贡用和想法 中国的成功试试 对中国的防御兵器 在今年中央的成功试试 中国和临近东南亚国家 因为南海主权发生严重争议 当年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中方代表就因为这个问题 惨遭各国踏伐 中国政府对于东海和南海 是中国领土的主权 这个主张是很清楚的 会场入口处悬挂大幅的 中国军方部署图 遭到中方代表严重抗议 认为这是把中国当成剑靶 让各国和中国激烈争吵 最后主办单位被迫拆除 相当一部分与会者 以为中国来讲官话套话 以为中国来讲软话的 还有些人以为中国来求饶 今年对话会议 最后一天上台发表演说的是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更被台下的中方代表问到这个问题 但如果有点反应者 这些看法仍然跟中国交流 共同时代表演说的 共同时代表演说 在中国共同时代表演说的 共同时代表演说 做成为共同时代表演说的 国家的共同时代表演说 或是從那裡的接觸 那是中國必須自己決定 黃永鴻也以自己曾出席 類似香格里拉對話 卻是由中國主導的 香山論壇為例 當時在現場也感受到 濃濃的情中氛圍 就在香格里拉對話後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 13日在盧森堡 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見面談了四個半小時 兩人三月份曾在羅馬面對面 這次再度碰頭 外界猜測 拜習會可能快要有譜 台海議題絕對是會談重點 在台湾方面 我們沒有改變了一個長期的政策 有了一個性格 我們在近幾年 是中國會在家更加抵抗力 更加激烈地 去參與台湾的行動 在香格里拉對話 與中美盧森堡會談後 習近平突然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十五號進行電話會談 電話是誰打給誰 雙方都不說 但中國卻發表 俄羅斯開戰後最明確支持 普丁的聲明 支持莫斯科的主權與安全 抗美舉動更加強烈 這讓東亞及台海局勢將因中俄的同聲對抗 變得更棘手對立 長達兩年半的疫情 已經讓全世界的經濟搞得夠亂了 當然隨著服務業後來的開始恢復 但是趕不上消費者的消費速度 又造成了供應鏈的大混亂 但如今又發生了烏克蘭戰爭 這下使得全世界出現了異常高漲通貨膨脹 在美國甚至認為是40年來最嚴重的 世界各國在過去一個月之內 至少將近50個國家的銀行 都祭出了升級的手段 來對抗通貨膨脹 以及壓制高漲的物價 包括我們台灣在內 但壓不壓得住呢 真壓得住的話 未來如果消費者預期 未來的物價會不斷的上漲 而緊縮自己的消費 又會不會帶來經濟衰退 這裡面如何平衡拿捏 已經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情勢發展 的確是非常令人擔憂 美國人尤其要面對11月的期中旋律 如今美國白宮在民調十五章 是節節下滑 令拜登非常擔心 他甚至指控就是普丁在搞亂 甚至說這幣播的通貨膨脹 應該叫做普丁通膨 聽到這樣的稱呼 普丁自己也在昨天的一項 國際論壇中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絲毫沒有退出的意思 也認為美國人完全自己錯估了時代的形勢 完全是自大仲下的俄國 換言之俄國人有他自己的說法 而且認為美國人是不堪一擊 真是如此嗎 我們都說通貨膨脹舉世為害 那俄國人發動戰爭 他們的罪魁禍首 俄國人自己的生活有沒有受到影響 通貨膨脹這件事情 在今天的俄國真的如普丁所講 那般的美好沒有受影響嗎 我們去看看真相 當莫斯克民眾都在抱怨 東西變好貴 物價壓力勸募因此多到釋放 5月底俄羅斯公佈最新通膨率高達17.1% 如果單就食品價格漲幅更超過兩成 簡直嚇死人 總統普丁竟在此時反抗 歐美等國的通膨程度沒比較好過 不如說不適合作為自己的動作 在美國的動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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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適合作中 普丁竟在美國的動作中 不如國內名人四起 普丁竟還有心情跟歐美互罵 對美國總統拜登怪罪 美國物價失控 都是他一人引起的 還把此波價格漲價命名為 普丁通膨 普丁竟在市場上 更是不滿 普丁知今嘴硬堅稱 物價非漲與戰爭無關 但世界通膨率居高不下 畢竟是事實 美國聯準會為此 在15日一口氣升息三碼 這是1994年來出手最猛的一次 且已預告下月還會再升 反觀俄羅斯為抗通膨 普丁一面宣布調高年金與最低薪資 各10%的幅度 一面又說物價不會再漲了 當全民對通膨都超級有感 就普丁一人特別無感 走一趟莫斯科超市 就知道物價壓力有多大 莫斯科民眾一如往常推著大型推車 進入賣場 仔細瞧 不難發現車上商品幾乎沒幾輛 會如此 至今哪細算就因商品價格連番調漲 其中俄羅斯人的主食最常見的馬鈴薯 竟貴得嚇人 你看看雞蛋糕 90元 這是俄羅斯的標準 這幾乎三次的價錢 出新鮮蔬果 平均漲幅約三成左右 另外包括泡麵調漲約一成 奶油上漲約兩成多 制裁下的俄羅斯人生活成本大增 但萬物起漲絕非是超市最大改變 氣氛也極不寧常 走在超市任何角落 抬頭都能發現金氏氣震 盯著你看 密集度之高 另外包括起司 與魚子醬等這些高單價商品 都放進塑膠盒裡 或是神鎖風道 同樣前所未見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樣子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樣子 普通的貨物都被盜上 在抗扣的裝置 原來隨著物價上漲 竊案也跟著增加 根據俄羅斯新聞RBK報導 今年2月到4月 平均每家莫斯科超商 偷竊案達130起 比起去年增加18% 股價漲翻天 已引發民生與社會等問題 可怕的是還沒觸底 年度聖彼得保經濟論壇 15日接連5天舉辦 少了過去大場面 與國際元首大陣仗出席 普丁繼續一人唱高調 普丁依舊強調 經濟正逐漸回到正軌 更嗆瞎說國際制裁沒用 膽敢如此大聲 就因他手中握有超級王牌 黑海港口 超過九成烏克蘭糧食 本來藉由黑海港口 在京海運輸出世界 然而開戰前因俄羅斯把持 黑海港口 每個月該出口約600萬噸 小麥與玉米等穀物 3月驟降至20萬噸 4月也只有60萬噸 導致多達2500萬噸穀物 困在烏克蘭境內出不去 澤文司機想盡辦法 急著要運出去 錄運方式成為首選 在烏克蘭鐵軌採二制與波蘭的歐規軌 相差85厘米 且如果改由卡車運送 原本一列火車可載2000噸 卡車一輛運載量只有25噸 如何吊派如此大量貨櫃車 也是問題 問題是 在烏克蘭的幾乎 在烏克蘭的幾乎 在每天的幾乎 而該走河運 則是烏克蘭當前的第二選項 從南部奧德薩將穀物運送到多瑙河港口 再裝上駁船 航行到羅馬尼亞的東南部港口 康斯坦塔 全程約500公里 除得防俄羅斯軍隊襲擊外 港口轉運與儲存設備不夠 則是一大隱憂 烏克蘭農業部說 目前正緊急與波羅的海國家 商討第三條路線 加上烏克蘭農地至今已有約三成 遭俄羅斯破壞 影響收成 距離最前線只有25公里 這座廣達4000公頃田地 是納迪亞的農地 因暫時爆發後荒廢至今 看這個薄 它是下降 本該是收割的日子 卻因耕地早已遭俄羅斯炮擊 沒能順利採收 且遭炮彈襲擊的農物機 擋風玻璃裂開 機身隨處可見 彈孔痕跡已成風在倉庫裡 納迪亞說 本想等冬天價格好 出售去年秋天收割的古物 竟意外碰上暫時爆發 數千噸小麥全卡在倉庫 遠不出去 薄像銀 你能夠儘快購買 這就是第一次 我們不能拿出手 看看滿倉庫的古物 普林還敢說 世界糧食價格飆長 與戰爭無關嗎 糧食儼然已成為 俄羅斯的籌碼 到今年秋天 滯留在烏克蘭境內的 古物量 恐怕在翻倍至7500萬噸 世界通膨勢弊 在惡化 普林通膨一詞 形容得巧有其問 全世界所關切的 正是目前快打了 將近有四個月的烏克蘭戰士 下個星期 世界其他工業國家的領袖 就將在歐洲再度集會 商討未來情勢如何發展 是繼續支持烏克蘭 一路打下去 還是趕快找出一個 和談解決的之道呢 全世界目前盛傳 歐洲國家已經分裂成兩個派 一派叫做正義派 認為非要讓俄國付出 罪惡的代價不可 烏克蘭要全力的打下去 還有一派就是叫做和談派 和談派主要的就是 歐洲的一些老的國家 德國 法國 意大利等等 主張趕快的和談 讓世界的經濟耗損 趕快降低 這種謠言風聲顯然是在分化 因此就在這個開會的前夕 我們看到了法國 德國跟意大利領袖 立刻集合前往烏克蘭首都基辅 來探望烏克蘭政府的領導人 給予全力的協助 美國也宣布又一筆 高達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看來目前形勢的發展就是 非讓外國也要認為 烏克蘭有它全力的幫助 包括可能加入歐盟 讓烏克蘭能夠做好最安全 最放心的一個最後的抉擇 俄國方面呢 情勢依然緊繃 而且俄國方面認為 它也是勝利在望 看來目前整個烏克蘭情勢的發展 短期之內有任何落寞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初一期幾兩百多年的馬克蘭功 在戰事焦灼之際 堪稱烏克蘭罕見的美麗體制 作為烏國總統官邸與英兵樓的宮殿 這天會特別受到關注 全英姗姗來遲的他們 終於發出採訪通知 16日 德倫斯基親自迎接 遠道而來的羅馬尼亞總統 義大利總統德拉吉 德國總理肖茲 與法國總統馬克宏 但行李如遺的寒暄裡 卻帶著被迫兵的尷尬氛圍 因為戰事爆發後 異國法三兄弟 像是歐洲的反指標聯盟 法國要烏克蘭避免收入惡國 德意的共同罵名 則是交付軍員 曼吞吞 這些難兇難地 終於鼓起勇氣 結伴堂鼓 而對烏克蘭來說 遲到總比不倒好 不管先前嗆得有多兇 能同坐議事圓桌 就是多一個朋友 歐洲四國領導人此行 主要展現支持烏克蘭 申請進入歐盟 並取得候選國資格的立場 隨後也就軍員與陽時危機等 展開生意 並召開聯合記事會 曾建議烏克蘭割地求和的馬克宏 從為親俄變得超親烏 他更在全球面前 加碼提供凱撒自走榴彈炮等軍員 親自為羞辱論洗白 行動代號歐洲團結也迎來歐盟執委會 對烏克蘭成為歐盟候選國一事正式提案 但比起政治訊號外界也很好奇 澤倫斯基到底怎麼看這些立場過於謹慎的領導人 尤其當馬克宏主動向他打氣送暖加抱抱時 澤倫斯基臉上的表情真的一言難盡 因為說實話 德法裔領導人到現在採訪屋 烏克蘭官員本來還怕三人是來勸詳甚至施壓的 但戰爭期間這些領導人願貌風險 搭上同一列跨業專車進入烏克蘭 必然有標誌性的意義 這趟行程被認為是歐洲國家對烏克蘭 最高調的一次聯合訪問 且三人抵達基辅因為立刻會見澤倫斯基 而是前往被戰火柔靈殆盡的伊爾平鎮 親眼看看惡君的殘暴 同是國家領導人站在戰爭焦土 他們多半領事凝重難以接近 這場必須終結的戰爭 全世界已經等了116天 目前烏克蘭最大戰場 依舊在烏東盧干斯克州的北頓內茨克 俄武勢力一度在這裡消長拉鋸 才成正戰術的俄軍 本週在以火炮猛烈攻擊僅存的 三座聯外橋樑 並以包圍戰術發動9個方向進攻 即便無方稱當地還未與外界隔絕 但已有80%區域落入俄軍之手 原方這道天然屏障 成了烏軍發動消耗戰的關鍵一環 同時南線烏軍也發起多線反攻 判直取赫爾松 反戰地記者採訪期間 不只炮擊沒停 就連車開在路上 隨處都有心碎的風景 戰前有10萬居民的北頓內刺客 還有1.2萬人圍困在此 但炮火若沒有停 百姓又該怎麼逃 除了走不了的平民和遠走的靈魂 戰地裡還有一群不願離開烏火士兵的醫療職工 英國天空電視台直擊一台行動野戰醫院 接到任務後立刻出動 雖然因安全因素 記者無法仔細拍攝 但職工們返回掩護地點後 短短的幾句話又能支出一篇戰地故事 當我們有腿癌症或手癌症 或腿癌症 或腿癌症 腿癌症 或腿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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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像第一次世界戰爭 當兵士站在位置上 然後等軍隊 根據烏克蘭政府透露 目前烏國每天都有近200人戰死 超過500人受傷 且軍備火藥急需補給的此時 噩耗又不斷傳來 俄國嘲笑西方軍援 來不及上場的同時 更宣稱已摧毀了 未在哈爾科部的亞素營指揮部 還有10個火炮陣地 和兩個烏國武器庫 而當美國加碼的10億美金軍援 以及德霸裔立場轉去明朗 謝謝 你好 保密到駕的英國首相強生 17日有二度現身擊斧 我們再次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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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時宣布 五軍萬人境外訓練計畫 希望透過傳授英軍實戰技術 預計在120天內 可讓一萬名烏克蘭武裝部隊成員 全面強化戰鬥實力 同時他也和德文斯基 一起走到鎮王士兵的紀念碑 現已花束 聲聲致意 除了領導人用行動力品之外 6月以前西方從北約 歐盟到G7的會議 也將接連召開 討論援助歐克蘭的相關細節 俄國口中 那些西方國家的支持與援助 是否真的沒有意義 大家就懂得看 儘管戰爭跟疫情吸引了我們的視線 不過千萬別忘了 極端氣候才是地球此刻生命最大的殺手 我們去看看美國黃石公園 最近發生的災害 這是美國最古老的國家公園 說最近因為連續四天的好雨 再加上因為氣候異常 當地的氣溫上升 令山頂上的溶雪亂了之後 開始融化 融化了血水 再加上大量的雨水 構成了巨大的洪流 幾百棟的房車就這樣被摧毀 整個的交通道路路面地貌都被破壞 這是黃石公園近四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災害 目前整個園區還處於封閉的狀態 也會影響到近年夏天的整個遊客等的路源的關係 跟速度發展 其實這次的災變也說明了此刻 美國國家公園所面對的同樣類似情況 國家公園經常處於空曠 高海拔甚至高溫度的地方 而這些地方你知道嗎 他們氣候上升的異常速度 比平地足足快了兩倍 因此他們正是氣候異常之下 第一線第一批的受害者 諷刺的是人類經常在平地製造污染之後 認為可以到高遠的地方 空曠的地方重新享受大自然美好的懷望 天知道大自然的反噬 正是從那空曠美好的地方重新開始 人類的惡果反而是造成了更多大自然的破壞 美國黃石公園這類的景象 接下來還沒完呢 可能還會陸續發生 頻率還會增加 地貌也會更加的變化 如果人類不去改變的話 只會越走越糟 黃石公園正是一個非常慘痛的例子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雲端世界 我們下回再會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瓜 謝謝大家